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所關心的人權保障的議題 我從網友的提問整理一下以後 大家最關心的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勞工權益的問題 一個是婚姻平權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 就這兩個議題來給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在這個社會幾乎是全體參與勞動權益的修法過程中 我們也更深刻的去了解我們勞動朋友們的需求 也更去了解一下我們企業界在這個階段 他們可以做得到的程度在哪裡 那麼我們雖然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但是我們一步一步的走 那在這兩年裡面我們也看到的 這個進步的幅度確實超過以往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我們已經連續兩年調漲基本工資 那從我2016年上任以來 每個月的基本工資 已經從兩萬零八元調整到兩萬兩千元 這個調幅是非常的大 那接近乎在兩年之內 我們調了將近兩千塊的基本工資 那另外一個我們在修法的過程中 也去確立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加班費的這個費率 在休息日加班的千兩個小時 我們按平日工資多給了1.33倍的加班費 那第三個小時開始呢 我們就多給1.66倍 我們也給剛上班的年輕人半年就有的 三天的特休假 那很多年輕人告訴我們 它事實上他們是很有感的 那另外呢我們要確保的就是說 在時間內沒有把補修假修完的勞工 還是可以領到加班費 就算在1年內離職 還是可以領到應該有的補修跟加班費 那像這一類的這個權益的保障 我們確實都盡量的在做 這個婚姻平權的事情 是很多社會上的年輕人所關切的事情 那這是一個人權的議題 也是我們一個社會進步的一個指標 所以在我們執政的這兩年 透過大法官的解釋 那我們也基本上 達到了婚姻平權所要的這個憲政的基礎 那我們的大法官的視線 它對於我們整個國家都有拘束力 所以政府就必須依照這個大法官的解釋文 修法保障婚姻自由跟平等權 那這個行政部分一定會提出方案 來交給我們國會來審議 我們對台灣的社會是很有信心的 主要的就是說 當我們往前走的過程中 對於這種在過去到未來之間 有很多想法上的不同的人 我們也必須要採取一個 理解包容跟尊重的態度 用民主化來解決起見 用對話來彌補這個衝突 那讓我們的社會 在這個進步性的議題的處理上 能否保持一個和諧的狀態 今天我們先就網友最關心的兩個議題來說明 我知道大家一定還有很多的問題想問 也要請各位網友可以繼續發表意見 我們政府一定會持續努力 來保障人民的權益 謝謝 下次再見